大家好 上午10点07分了啊 我们接着读这个请愿书啊 给这个鲁马尼亚大使馆的请愿书 从乌克兰逃出来的这些中国同胞啊 他下面下面是请愿书的具体内容啊 请愿内容 第一 希望国家的航空公司 可能是国航啊 国家的他们认为那是国家的 国家的航空公司能够 减免减或者免啊 此次回国的机票费用 航空公司 这两年得玩命挣点 台价是吧 原来我们北京巴塞罗那做国航飞机直航 那才多少钱呀来回才多少钱现在翻了多少倍了对吧 这个 我们愿意承担回国后的酒店隔离费用啊 他在这说的减免就是免费 啊 隔离费用自己掏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是吧 第二 如果航空公司不同意减免 机票 我们希望 有关部门 能够协商 给在罗马尼亚的滞留同胞一个安置地点 如 战争结束 我们会尽快回到乌克兰 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啊 机票这么贵 一万八一张 我们负担不起 你要是不给我们降价 我们不走了 那大使馆你给我们弄个 叫什么 安置点 难民营 啊 什么是吧 反正类似的啊 那么 我们将来还回乌克兰 反正这中国人也真可怜 就像那个水上的浮瓶一样啊 在全世界各地漂泊 是吧 你看我常举的一个例子 就在 西南非洲 纳米比亚 那多穷的国家 沙漠里 都有中国的福建人 在那去开一个超市 结果这超市还被当地人给抢劫了 是吧 太平洋的小岛国 什么脑鲁啊 什么斐济呀 什么萨摩亚呀 什么图瓦鲁啊 什么帛琉啊 大陆叫帕劳 连这种地儿 索罗门群岛 巴布亚 新几内亚 台湾叫巴牛 只要有人的地儿 到处都是中国人 有一年法国巴黎 奥利机场还是戴高乐机场 好像奥利机场 掉下来一块天花板 外国也有偷工减料啊 也有 也有这个 这质量问题 掉下来一块天花板 砸死四个人 其中俩就中国人 是吧 中国人反正世界各地都 是吧 就跟那个小强似的 蟑螂似的哈 落地生根 是吧 真的也不容易啊 那么 近三年啊 这个 请愿的理由 我们为什么请愿呀 平常我们那么怂 我们看见当官的 我们就满脸堆笑 我们就点头哈腰 第3下4委屈求全 为什么我们 是吧 我们执拗一下呢 请愿理由 近三年 受世界疫情影响 啊 倒没有那么长吧 2020 2021啊 两年多吧 啊 也没有两年半 就两年多 实际上跨了四个年头了 但实际上是两年多点 经济的不景气 人人自危 对 经济越不景气 越没有信心 经济 其实它是靠信心 作为支撑的啊 那么许多留学生同胞 这些孩子们留学生啊 多数都靠着家中的经济支持 就是家里给前辈 家长给前辈 来到乌克兰留学 来提升自己的文化学历 反正写这个请愿书的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啊 日后 好回国报效国家 你看你老说报效国家 你回国找工作 你跟国家扯什么呀 什么叫报效国家呀 国家让你死 国家现在让 18000一张票 对吧 我们这马德里这回上海都36000天多了 都快37000了 对吧 这不是让你报效国家吗 这三大航空公司 国航东航南航 是吧 不是说是私营的吧 这不是私营的吧 是吧 主要的控股方 是来自中国政府吧 对不对 你不给国家做点贡献吗 你还报效国家 对吧 中国人呀就习惯了 中国的官府 这当官的官方 中国的民间 这个乡野社会 老百姓 都说这种套话 都是弄一些大的概念 似是而非的 高大上的 往上套 互相砸 那你砸得过官方吗 当官的就代表政府 震 祭天下 你是天下吗 对吧 许多来乌工作的同胞 也是背井离乡 在海外工作 背井离乡 你这叫叛逃 五六千万海外华人 都是叛变的 叛逃分子 你们都是叛徒 对不对 都是叛徒 你们要是报效祖国 为什么不留在祖国 你为什么到海外来 你这不是污蔑祖国吗 对吧 你到国外学先进技术 先进技术 啥意思啊 你是说中国不够先进吗 你们是在骂中国 说中国落后吗